好,我們快要到客戶家囉 真的來看一下 眼睛閃好囉 等一下就可以開心整理囉 這個公共區是你有在幫忙整理嗎? 我媽媽,媽媽整理整理 因為它會弄飯的都是這樣 然後因為我們家比較小的人會來 然後我媽媽不喜歡外面放私人物 所以私人物平常都是在自己的房間 現在房間才會比較多 現在是這邊維持得很整形 媽媽有要求這樣子 媽媽很厲害 那我們就進來妳的房間 那個我今天有偷偷想整理一下 好啊好啊 那我們先就是 你先幫我們導演一下你的房間 就是妳帶在什麼東西放在什麼地方 大概就是平常會使用的東西 然後放在哪幾個區域這樣子 這邊這個櫃子的話 這邊都是衣服 這邊是衣服 這是內衣 這邊是內衣 這邊是內衣 對 所以妳都折得很整形啊 沒有 最近都亂放 我看一下 其實還好耶 真的嗎 對 妳都有直衣式起來耶 就是有去學一下 OK 妳有發現妳比較多是比較 深色黑色的衣服 對 因為我很容易把衣服弄髒 所以我都已經超深色的衣服 深色的衣服 OK那不錯啊 因為妳有考慮過自己的那個 狀況 穿一個習慣這樣子 對 其實妳都有就是直衣式起來了 對 但是其實就是亂折 其實不會 如果說妳找得到哪件衣服要穿 知道怎麼搭配的話 其實就OK了 不一定要就是 很漂亮的 還是說妳很希望就是可以就是夾著 漂亮一點 然後視覺上看起來比較舒服 沒有 那就還好 沒有 因為我很懶 然後這是冬天的 冬天的 冬天的 然後冬天就是一層嗎 就是冬天的衣服 外套那類的 OK 沒有衣服也 她會自己開門 她是裝一碗 可是這是威士忌耶 好可愛喔 這邊是褲子 因為我褲子比較沒有分穿下戳的 所以就都放在那裡 OK 牛仔褲 可是那邊還有很多 那邊還有 那邊是穿過的 穿過的 然後掉化的也是穿過的 是不是 那邊那一區就是穿過的 還有預警的 然後這個鞋坡是 然後這個鞋坡是 就是我們自製的 喔 因為她就是 後腿沒什麼力氣 就是讓她直接 爬過的 OK 就變正正義的 乾淨了 那我覺得很亂 我真的很想要 減少什麼東西 你會想要再撿亮衣服 沒有其實 比較亂的是那一桌 好那等一下看那邊 然後上面是被子 被子 這兩個是免被子 被子是有兩套 然後你再睡的一套 對 就是替換這樣子 這一個是她的 然後這個是 替換的 免被 所以其實你只有這一個是那個 就是秋冬的 秋冬的被子 OK 所以是冬天的外套 對 衣 也是有一些毛衣 對 好所以這邊黑色的都是那個 上班的套裝類的衣服 外套 嗯 所以這邊比較是 上班穿 上班穿的 這邊上班穿的 對 然後下面有放包包 這邊是包包 對 抽屜嗎 然後那個這邊 所以你的包包 都是集中在這邊 就是沒有在用的包包 是放這裡 好那你平常在用的 你都放在 放在那邊 放在那邊 好門後 牆上 對 那放門後跟牆上的區別 是怎麼考慮的 那邊是 就是裡面沒有東西 小包包 然後是外出用的 平常去買 晚餐啊 或是 等一下去上班 喔比較簡易型的 這樣子 黃寶袋的感覺 對 OK 乾淨的浴間放在這邊 然後這邊是 超級 然後還有一些是未拆封的 對 是新的 就是放很久 因為暫時沒有用到對不對 因為這些目前 真的打開的已經就是很夠用了 所以暫時還不需要換到型 除非等它髒了 或是等它舊了 破了 才有可能換型 沒有是捨不得用 欸捨不得用 因為這個是那個 高級的 太可愛了 不會太敢用 可是還是要拿來用 可是捨不得欸 然後就是變 一直去買新的 然後這個都很用 就變成紀念品 然後這邊也是那個 棉被 這邊也是棉被 然後 因為冬天 還有一些棉被的套子 然後 我忘記這是什麼 這是那個圍巾 圍巾 圍巾 圍巾跟皮帶 圍巾跟皮帶 所以這邊那個是比較少用的 對 但是因為我很懶 所以我很少用配件 對 但是還是偶寮 可能有些場合會需要用到 所以可能正式場合 或是喝洗腳的時候 或許 或許就會用到 所以就先放著 因為其實也沒有到很多 因為衣服的話其實 雖然是 東西不多 而且你也整理的 還蠻不錯的 真的嗎 下面的東西都分得很清楚 而且褲子 衣服都知道在哪裡 對 大概都知道 對 然後那衣褲襪子 都其實都還OK 其實說感覺 你好像還是會覺得 可以再更好一點 對不對 你還想要就是 再嚴格一點的感覺 對 這是可以 是可以再更好啊 可是你是希望想要再 整件量嗎 我想要減量 你想要再減量 是不是 我覺得我們可以就是 結束一件一件 看 好 嗯 但是其實我就覺得 目前有衣服 好像也都捨不得到 對 嗯我想也是 因為空間也夠 希望之下也不一定要 你也想自己一定要 丟衣服吧 對 可是你要知道說 就是每件衣服 現在你們都要去看說 欸之前有什麼時候穿四盒 然後你要盡量去穿它就是 對啊 因為我們比較喜歡掛的 像我說那邊衣服 就比較沒那麼長 不穿 這邊是比較長 喔OK 因為吊掛比較方便 對 而且也比較看得到 那下一次 它已經開始這個衣櫃表 再打開 這樣才會比較長 你今天拿起來 欸好 這個抽屜櫃的方式 你有沒有考慮過 把它改成 就是用吊掛式的呢 有欸 可是就好像很浪費這個櫃 因為這個櫃子已經用二十幾年 就是從我們搬來到現在 就是從我們搬來到現在 那很划算啊 那感覺應該不會 用了很久 對 那感覺應該蠻物盡其用的 因為我自己很想再買這個櫃子 可是已經買不到 我已經買不到一樣的規格了 因為如果有的話 就兩個放的話 就會 也會很好看那樣子 但是就是沒有 沒有就是找不到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考慮耶 因為畢竟你已經用很久了 然後 吊掛起來對你來說 我覺得比較輕鬆 然後上面是就是 去一家店 然後還有一個 藝術 遮疊液 然後 這個是 因為我其實 以前有三個儀櫃 然後那個是其中一個 把它收起來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 讓空間變小 你的東西不要放太多 對 這樣就可以就是 可以維持一定的數量 但是就是 這邊 是花比較多紙片的東西 然後比較亂的東西 那邊 你覺得最困擾的是這個地方 是不是 對 所以他們有一點一樣 那個對不對 對那個也沒有在用 而且幾乎沒有人會在用那個東西 對啊 我就很能用 這是文件嗎 就是那個文件 就是 就是 因為它都好好的對不對 所以就想說就是 可能是可以用到 對 然後那邊有一台 筆電 筆電 功能還OK 對 那你目前在用 所以那你這台筆電 是 正在用的 呃 其實就是 跟朋友借你 欸為什麼要跟朋友借你 你有一台了 因為那還不好用 就是 因為它有點小小步驟 但是 因為它 就是還是可以用 它跑比較慢之類的 對 然後 這個我不知道什麼 然後是 打舞 OK 然後這個就是照片 跟職業證書 比較是紀念品類的東西 對 好 好 那它放在那邊放多久 有 對啊 你住在這邊住多久了 住在這個房間 已經二三十年 二十幾年 OK 那窗簾後面的 那這邊的收納櫃啊 你會覺得就是 呃 用盤櫃 比較不好拿東西嗎 就是 很 很難拿 你平常是坐在這邊 用電腦 對 坐這個位置 然後這台 電視 對 是看劇 或是看電影的時候 坐在床上 用盤會連電腦去看劇 OK 好 然後平常 你們兩個人坐在這邊 對 我跟男朋友在這邊 那 你下班之後 通常會在這個地方 做哪些事情 嗯 看漫畫 看漫畫 我們會處理公事 處理公事 做工作 就是坐在這邊 對 然後看漫畫也是坐在這邊 對 坐在這邊 坐在床上 我們也很喜歡看漫畫 只是四副臉 沒有 就是手機 要手機看 所以平常你就是 用電腦跟保養化妝 就是坐在這邊 嗯 所以其實這邊 東西其實就 比較沒那麼順手拿 就很少用到 但是很少 那你會在這邊看書嗎 就想看 在這邊都沒有看 好 你說算你直接這樣 對 你工作太忙了 欸這個是清潔的用品 對 就是床上的 還有黏 那瓶是 那個是洗床單 喔 那其他家人沒有給你共用 就是你自己專用的是不是 對 因為我的狗 它會上去 對 床單會比較容易臭 就會用那種粗臭 OK 所以就跟家人不一樣 那這邊有茶包 對 就很久沒喝 但是就捨不得別人 就很會過期 OK 那可以就是 邊工作的時候邊喝 這個 這個很好喝 這個很好喝 對 這很好你們又帶走 所以就是很妙 就是 欸你送給別人是覺得OK的 但是如果是自己丟掉 就 就不行 就有點沒辦法了 就覺得很浪費 喔因為她沒有去土山使用到 欸那如果媽媽他們也不喜歡喝 或是男朋友也不愛喝 應該也是藍啦 應該有個特性都很難 哈哈哈哈 那你平常會買就是手搖杯 或什麼的嗎 比較少 也不會喝什麼飲料 就是喝水 我不會覺得喝果汁 對 是外面買的 對 不會自己打 哈哈哈 然後這邊有酒 你會在這邊喝酒嗎 我就是沒有什麼在喝酒 哇 這個很瓶酒 這個酒 它有一些啤酒欸 對 我覺得有點像是收藏 這個是零食或者是一些藥物 OK 咖啡 好 那這是平常最常用的包包 我收藏就是 雜力 對 這邊是3G的 這個也是 這個是空的 這個是空的 就是現在的手機的盒 喔OK 那 你現在手機用多久了 快點留 那這個你還會用嗎 我不知道 我都會留欸 但是就是如果說超過保護期間 或者是兩年之後 或者說你手機已經很 知道怎麼用了 或是不太需要看說明書的時候 其實會使用到這個盒子的機率 就非常低 對 但是因為我以前做電競 所以我都會 都會把它留下來 喔 OK 對啊 就會習慣性而已 好 因為這是職業的關係 對 OK OK 對 裡面還有一些配件 對 還有耳朵 然後把它衛生紙跟那個 然後這是狗狗的藥 喔 狗狗的藥 對 鹽藥水啊 對 鹽藥水啊 發票 發票啊 一些文件 或是幾天卡 幾天卡 靠近一點 蠻整齊的 那就是化妝品 對 然後那邊主要是保養品 對 就是放開 其實你也分得很清楚 那你可能大概多久 會補充一次的化妝品 或者是保養品 看工作 如果有工作需要有一些的 才可以 或者是看季節 因為 我的皮膚很沒看 所以我覺得 可能換季的時候 現在的保養品 可能會很少 所以就要拿那個換季 OK OK 所以你要剩條 保養品 然後 然後我這邊 就是拿 紅色 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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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鍊 這也是藥包 不是 它裡面是我的那個 因為它斷掉了 然後捨不得 就直接 好 所以那可能是要拿去修 才會不會 就要買餡 來把它炒 嗯 你說下面那個櫃子 還有什麼樣的東西 在上面 下面有雜物 雜物 雜物 欸 行李 還是狗狗的 像是 對 它的那個 外地 然後那個旁邊就是 沒有在用的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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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東西 就是 什麼類別的物品 就是 收納盒 喔 收納盒 空盒 對對對 所以搞不好可以用 那原本呢 我們的Komari企劃 應該是要從衣服開始整理的 但是這一次呢 不小心就變成 平常呢 倒服 整理的方式了 那所以我們這次呢 是先從 驗驗它最困擾的地方 開始整理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我們整理的過程吧 我覺得布其實是有點麻煩 因為拿的時候 你要把它掀開 多一個動作的話 就會覺得有點累 所以變得像那一塊 其實就很少用 嗯 這塊布 沒有關係 對 然後就也不見為敵 我是覺得不要有這塊布 對 這邊整理好 會比較好一點 嗯 那我們先就整理這邊了 嗯 好 這書它基本上一定是直立式的嘛 因為我發現它這本 第一本一定是拿不到的 嗯 然後這本書應該 不會看 因為它的後面還有書 後面還有書 後面還有書 那我們就拿書拿下來囉 好 好 所以你都比較喜歡買哪一類型的書 跟工作相關的嗎 跟工作相關的嗎 對 自我成長方面的齁 對啊 但其實有些書就是有點難 然後就賣掉 拿去賣掉 好 那這些書是你買很久的書嗎 平常就會買書進來嗎 現在比較少 因為這書的量看起來還OK 不會說像有些人買書 疊起來 是好幾櫃好幾櫃 因為有客製 有客製 有客製在買書 他說你之前也會就是不定期把書 拿去賣掉 沒有 因為有朋友 OKOK 但就是最近就覺得說好像可以拿去買 OKOK 那我們就來挑選吧 OK 看你現在要一本本看喔 哪些是你還想要再看的 哪些是你覺得說 欸好那我把它賣掉 或是你要送給你的朋友 雜人等等之類的 要捲出去的 你買書都是去書店看到買嗎 還是說上網買 我先去書店看到 然後我覺得不錯 然後我再去不客人下來 大家都不客人下來 OK 好那你現在講話你在書店 那看到這本書 你又不會想要買回家看 當初的時候你會買這本書 一定是變這本書 打動了你的心啦 嗯 對不對 所以哇這本書覺得很不錯 所以你想要買 那現在你在看他說 你還會想要再哪一次嗎 對 如果你想要再買一次的話 那你就把它留著 上面那個留著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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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看那wynj 你的日子 沒有欣賞 你要他說 應該沒有去 我覺得當我自己在書店 OKOK那很好 你覺得特別是自我成長類型的書啊 更需要看完之後 按照他裡面的內容的方式 或工具或方法 然後把它做出來 對啊 上班變快樂 對啊 還有 我放了 所以這邊應該很多東西看完了 對 嗯 它這邊有 剛才是雜誌 雜誌雜誌也可以 好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就是要上 開賣掉的書了 OK 那這邊很多都是燕燕已經看完的書 然後這邊的話呢就是要留下來繼續看的書了 對 那這邊的量大概是可以放一個雙量過一層左右 對 半層裡面就夠了 書的話你比較想放上面那一層還是這邊 放上面 書放上面那一層 OK 那書它跟那些資料夾或是重要的文件 它們都是屬於文件跟書之類比較相關 我們可以把它集中在一起 嗯 嗯 這個是比較少用的吧 書可能會比較常用 就過去這個可以放 文件跟書可能就可以放同 這樣 這邊也要有 對 有相關的文件的話 這些都是屬於那種可能以前學校或是B.A.今天測相關的東西嗎 對 有公司的東西嗎 沒有 都是個人 OK 比較閃 閃妝的嗎 可以用剛才的那個 可以用這個 或是用知道假裝也可以 我是 是 因為我之前也是上課的 你的個人 喔 妳就去上課的內容是不是 對 但是妳已經有把它應用在妳的收納上面了 我可以看一下嗎 我可以看一下嗎 OKOK 好 我就趕快起來 那我知道我還要不要 那妳有記得就是經常馬里會她說文件怎麼處理嗎 沒有 妳忘記了 妳忘記了是不是 你在說什麼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這個時候跟你講 我沒有聽到 我會逃避 因為現在是 現在的東西真的算是蠻少的 真的嗎 對啊 妳的一些文件可以讓它這樣推到後面這個壁圈 就是說以書來講的話 因為它這個尺櫃是比較深的尺櫃 所以我們不太會把書直接靠到裡面的壁 我們會放在這邊 就讓它有一點點小 風隙就好了 這樣妳在拿的時候比較好 可是會忍不住往裡面推 大部分人都會忍不住往裡面推 可是加上妳手妳要拿的時候 就要手伸比較進去 而且妳很容易會在前面放東西 然後裡面的東西就會 就會沒辦法拿 因為前面很容易會就是隨手亂放 就這樣往外面推 會比較避免說就是 前面會亂擺東西 而且會比較好拿 看得清楚有哪些東西 對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先把書 妳是先放上去 直接放嗎 有一些比較不同大小的 像是這本Google比較大本的 就先剪一下好了 一樣大小的放在一起 比較好管理 我好厲害 太棒了 那知道後面就不要放東西 對 前面也不要放東西 現在這一層就是所謂的 書籍跟文件區了 那它現在空間就是這樣一排那麼多而已 所以妳的書如果要增加 或是文件要增加的時候 妳可能就要考慮哪邊要犧牲 或是說下面之後有什麼地方要犧牲 比較好犧牲的應該是那邊 因為書的話就是可以開還有價值 但是文件的話就是可以比較 比較容易可以斷捨離啦 因為文件的話 其實我文件已經斷捨不過 就是這邊已經是最後 我沒有辦法在這邊 就現在蠻精簡了 好好好 那我們再往下走 好 像這茶包的話 它是食物類的 所以妳這樣也可以把食物一起都在一起 食物類先拿出來看一下 因為主要有些是藥包是不是 但這包就是 剛好有個收納盒可以裝 剛好這包應該也快吃完了 妳會泡咖啡但是妳不會泡打 不會不會 但是人家很厲害 所以很厲害 這是句話是不是 所以妳不會喝嗎 比較少喝 但是還是會喝 OK 那這是妳要留意它的那個保存期限喔 那外面會有嗎 就是妳們家書房或餐桌那邊 OKOK 那邊就有媽媽他們 媽媽喝了 我媽媽自己的 我不會去哪 喔妳私人的就是在妳房間裡 因為我也不喜歡我自己的東西放進去 OKOK 那很棒 那再來就是這個 之前妳是去哪邊買的 會想 Costco 只有Costco才有賣這麼大的 喔 那妳那時候怎麼會想要買 因為那時候去年不是有流行的東西 那就是唐文財 我真的很喜歡喝全家的那個茶 我覺得特地去買 想就自己泡泡泡 想要讓人家 跑出來那個感覺 好 那所以這邊就是零食跟咖啡茶葉的泡品 然後那邊都是酒 還有一些啤酒 酒的部分有想要怎麼處理嗎 對 熱量的 可是啤酒部分是冰嗎 這是收藏 這是收藏 喔 這是收藏是不是 都沒有 好 欸 我覺得它有破順的包包 然後暫時就放在那邊 好 因為那邊是酒 然後這邊也是 原始 是的 蘑菠的 因為我也是比較同這邊 就像是這邊還有一個熊嗎 我覺得它現在就比較平址 後來的黑色吧 嗯 這樣看得到嗎 看得到 剛剛好 剛剛好 是不是 像這種種子 比較相近的那個材質啊 嗯 這樣你覺得OK嗎 這樣也比較好啊 因為不知道什麼東西 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們先拿下來看一下 有用到的東西 好像可以 毛巾 我找到了 嗯 有 好 之前一直在找的 OK OK 所以那邊就是有一些 空手拿盒藥 或許可以集中在一起 就不要跟豬包在這邊 茶壺跟茶杯 可以用不到 OK 所以是收藏品囉 原本是收藏 但現在就沒有很想 要一起賣掉嗎 然後去那個 特早本舖 只要他的本舖 他一定是二手可以賣 對他可以幫你賣 可以賣的話就好啊 這邊是拿一張火部 這邊都有拿一張火部 好 再買一張火部 OK 好 這個空咧 我空了耶 我是在想 那個刷牙盒是不是 全部都拿出來 如果給我再用 後來就拿出來 處理一下 對 對 紙箱的或紙盒 可以盡量表演 我覺得這個比較容易 是會長醜 然後 這是一個小貝殼 因為它垃圾 它沒有在用 所以再把你拿去 這個會有人抽嗎 會 真的嗎 這也是手拿盒 這這個也很容易 這看起來也是蠻完整的 我覺得也蠻適合 可是它裡面有點很發霉 很發霉是不是 對 那就是 看你不要把它丟掉 因為如果它又發霉的話 對啊 這也是裝什麼 這個好小 這個是那種廚房 可以放多一層的那種 其實它的範圍是比較小 能夠放的有限 但高度也不太高 這拿教導門包 哈哈哈哈哈哈 看我們剪導門 不能放這一箱好了 可以了可以了 可以了 在這邊其實很少用不全 對 這邊還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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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舒服的地方嗎 還好 而且還有貼標籤 所以你都會買收納盒去做分類 對 那這樣的話還是說你有哪邊是覺得比較有問題 然後什麼 保養品那邊會不會很難抽出來 因為鏡子開在前面 對啊 對啊 你要先移動左邊的出來之後 右邊的挑方法拿出來 就前鏡子我一直在思考 要放哪裡 因為你筆電是放在這邊 對啊 你的鏡子其實還蠻大台的 那個日曆 你會習慣看紙本日曆是不是 對 然後有一個台燈 這個是什麼 D字架 那這個把它移到這邊來的 還是你覺得會照到臉 不是就是因為我筆電 我往那邊推 因為鏡子如果放上去到那個架子上的話 它好像長度是太快嗎 對 就放不上去 欸 那你每次在照鏡子的時候 你會把它拿去 直接拿在裡面 然後前面放上去 那如果把這一塊 後來自己放在裡面 因為每次都這樣拿出來 好像可以 可以喔 好像可以 好像沒有這樣想過 往左移一點點 這邊是麵膜 然後這邊就是白 這也是麵膜嗎 對 這個如果說不要有這個 會不會好一點 可是這樣會不會 上面就沒辦法放別的東西 哈哈 那麗子夾它好像也放不進抽屜對不對 綁頭髮的有一些飾品對不對 放不上去 這邊好像可以放 那空間夠不夠 欸可以耶 所以髮飾跟梳子跟梨子夾放進來 配件的項鍊啊 銀鏡啊等等的 對 那就很適合放梳子跟髮飾 這梳子應該也是可以用的 對 這樣可以嗎 可是我剛剛有梳子 可能會忍不住 還是放外面齁 那你覺得可以嗎 應該可以 還是放在平面上 原本是想說就是不用這個 然後其他都放在平面的話 會感覺好像比較清爽 簡單一點 會嗎 對嗎 對嗎 我那時候還特地去買這個 這是IKEA的耶 對 因為我還挑了這個髮飾 就是為了要把它擺進去 喔 對 而且你高度是有算貨嗎 寬度有算貨 這好像比剛才稍微 清爽一點 感覺 那這樣 目前可能就是 大概先這樣做 OK 嗯嗯嗯 欸我剛剛看到那IKEA的東西 可能可以拿去掉上面 對 OK 好多東西要拿去掉的嗎 其實沒有很多 你這樣已經算是非常 真的嗎 嗯真的 非常少了 你還好 你其實還好 就是越來越好 這樣子 好 越來越來越 對啊 你要知道一個東西要拿 對 非常的好 好 你還是你有什麼心得感想 可以跟我們今天分享一下嗎 我就是 還是有專業的幫助 不要 其實 這一塊就是困難的感覺 好好好 就是這會乾脆演這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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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這樣差不多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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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其實已經非常接近 下一個階段的K點了 嗯 這是因為平常工作 比較忙碌一點 然後目前的衣服呢 其實之前已經有一批的篩選跟精簡過了 嗯 那相信只要再過個半年啊 或是說再一次整理一次衣服的話呢 應該又可以再減量一些 因為呢每個人都是會不斷的成長跟學習的 嗯沒錯 那我們這邊幫燕燕整理了一下 就是 欸目前可能有點捨不得 但是呢也許下一批的斷捨離的範圍呢 很有可能就會包含 比如說衣架 嗯 然後它的褲襪 對很久沒穿的褲襪 對 還有新毛巾 就是沒有拆封的部分 對 像圍巾啊 跟一些配件 它其實有提到說呢 蠻少在用的 是說真的如果有特殊場合使用到的時候 可能可以跟朋友借 或者是到處都想辦法 其實都不會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對 甚至那些場合也許都不需要用到這些配件 也是可以穿得很漂亮啊 然後還有一些像是在原本衣櫃上面的舊衣櫃 然後還有其實舊筆電 其實也可以考慮把它拆換掉 然後再來還有手機盒 沒有在用的包包 其實就是可以去賣出或捲出 然後還有其實咖啡包跟茶包 其實如果真的沒有在喝的話 現在比較懶的話呢 其實就是可以把它 就是如果是帶去公司送給同事喝 也是一個方法 一定會有很多人很喜歡 因為Twinies真的是很棒的茶 對我們也非常喜歡 那相信把這些東西呢 再經過一次辦櫃之後的話 我相信燕燕的房間應該會整個又不一樣了 對但是 沒關係燕燕也不需要去很擠 因為她已經很努力很認真的去 把她的房間整理到一定是很不錯的一個程度了 對沒有錯了 那她也一直不斷地在成長跟進步當中 我覺得一步一步來的話 她一定會整理越來越好 這是沒有問題的 那因為這次的整理其實並沒有完全按照鏡頭馬里會的方法來做 所以呢下一個我們的Komari企劃呢 我們一定會嚴格執行喔 沒錯 因為從衣服開始來整理 因為其實按照Komari的這個五個物品的整理的順序的話呢 其實會比較容易可以去訓練跟鍛煉出對於狂歡行動的這個感覺 會更容易知道要怎麼樣去驅舍物品 所以呢按照這個步驟來進行整理的話呢 其實會是比較建議的 因為這次燕燕塔其實已經有自己一個整理的一套想法了 對 所以也許不是那麼適合就是再花那麼多的時間去執行這個計畫 接下來呢我們會跟有報名這個企劃的朋友呢 就是一步一步的好好的去檢視你的物品 然後用這五個流程去好好的執行整理的計畫 跟大家預告一下就是因為我們接下來要開始數位遊牧生活了 我們會到台灣的不同的縣市做跳點 所以呢每一個地方都有機會我們會過去整理 過去整理 所以呢很早有意願的都可以在底下的連結的報名表呢 去填上你的資料 那我們剛好到附近的話呢 我們就很有機會讓你大家去做整理喔 沒有錯 所以大家可以趕快點書名欄的表單 來跟我們進行報名囉 那很期待跟大家見面囉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見囉 掰掰 那你原本是把他拿給他嗎 他本來一直在衣櫃裡面沒有在 大概十年 十年之後就難吃到早館嗎 你OK嗎 OK 你不要配喔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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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